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在受到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后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引起国际关注 多国表态谴责哈马斯俘虏平民的举动 但中方没有在第一时间直接谴责哈马斯 而是呼吁立即停火 中国官方也为就中乙混血女子被哈马斯掳走一事做出进一步的回应 在网络上 支持以色列与支持巴勒斯坦的中国网民更是激烈辩论 以下是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周六对以色列发动近年最大规模的突袭 以巴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引起国际高度关注 美 欧 印 日等多国均公开谴责哈马斯 但中国周日只是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对以巴的紧将局势加剧身表关切 呼吁各方要保持冷静 保护平民 路透社引说以色列驻中国使馆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屠伤民众的行为正在发生 目前不是呼吁两国和平解决方案的时候 以色列期望中国能针对哈马斯有更强烈的谴责 中国外交部周一举行例行记者会 多国的记者追问 中方会否加强谴责 以及是否认为哈马斯发动恐急 发言毛林表示 中方希望双方尽快停火 中方对巴以冲突造成平民伤亡感到非常痛心 我们也反对和谴责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 中方始终是站在公平正义的一边的 我们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的朋友 中方真诚地希望巴以能够和平共处 实现这个愿景的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 对于以色列驻华使馆发布 一名被哈马斯绑架的女子 是25岁在北京出生的中意问学儿诺亚 毛林表示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还在何时有关消息 但一度登微博热收的中意问学儿被绑架的关键词 搜查时显示根据相关的法规 该话题内容位于显示 关注巴以局势的评论人蔡生坤表示 以色列对中国有所期待与近年中意的贸易关系密切有关 中国是以色列第三大的贸易伙伴 但蔡生坤表示以色列不会等到他们想要的中方回应 以色列他认为这些年跟中国的关系已经十分友好 为中国的军工国防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双方有一种所谓的默契的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 中国政府站在以色列的一边 但是以色列没有要看清中共它的本性 因为中共支持的就是这些极权独裁国家 以色列是跟西方价值观是一致的 即使以色列遭到灭顶之灾 中国也不会替以色列发生 出现今天这个局面是以色列的各异天真 时事评论员王健表示 习近平早已表明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始终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 提出所谓的停火立场 只是假装中立 中共这种仇恨新方的这种心态 心里是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他又要装出一副 我很公允的样子 对他的表态很别扭 但是你中方用这种态度 实际上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 就是中国在外交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嘛 你在外交上就没有禁用嘛 你以后怎么立除 准害了中国的形象 对于中医问学被绑架 引发挺议和挺巴网民争议 应不应该救援 黄健表示 中国网上的很多评论 军经国网信办和中宣部的操控 不一定反映真实的民意 最后亚洲电台记者 陈止飞报道 连日来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 袭击以色列的武装冲突 已经导致数千人伤亡 而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就此召开紧急会议的结果 更牵动全球舆论瞩目 相信请听白台记者 唐元元的整理报道 上周六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 向以色列发射数千枚导弹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受席当日便向民众发表讲话 宣布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 随后 联合国安理会就此召开紧急会议 不过尽管美国在会上强烈敦促安理会 严厉谴责哈马斯 但成员国仍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与会的美国代表罗伯特·伍德在会后案指 是俄罗斯在阻碍安理会发布联合声明 以及做出具有国际约束力的相关决议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则表示 支持安理会针对哈以冲突发表联合声明 他强调 中国谴责一切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 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 尽快实现停火 截至目前 中国外交部尚未对实施袭击的哈马斯 提出直接谴责 对此 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舒默周日在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时表示 他对中国的态度感到失望 我敦促您和中国人民与以色列人民站在一起 谴责这些懦弱和恶毒的攻击 说实话 我对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感到非常失望 因为在面临困难时 中方没有对以色列表现出任何同情或支持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舒默稍早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 也表达了近似的担忧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元元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 美国参议员舒默率领的代表团时说 中美两国应该相互尊重 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舒默则表示 愿同中方本着开放坦诚 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对话沟通 另一方面 美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将42家中国企业 列入管制清单 向前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习近平本周一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舒默率领的两党代表团 习近平说 中美两国应该相互尊重 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舒默表示 美方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 不希望同中国脱钩 愿同中方本着开放坦诚 加强对话沟通 负责任的管控两国关系 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 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 一行六人 10月7日抵达中国上海 舒默以上海市委书记 陈基宁会面时 提到中国企业 在美国分泰尼药物上瘾 扮演的角色相关议题 舒默表示 不是中国政府的问题 是中国公司 他们造成现在美国各地 毒害社区的 分泰尼危机愈演愈烈 时事评论人士 马聚本周一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舒默率领的代表团 到中国展现了美国对华新政策 马聚说 舒默此次访华 又不想升高美中两国的矛盾强度 拜登政府似乎希望以中国在俄乌冲突中 在地缘政治方面进行有限度的合作 他说 目前美中两国官员正试图为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访美举行元首会议奠定基础 不过 上周 美国商务部 再对中国42家企业 作出制裁 据路透社 10月6日 发自华盛顿的消息 除去中国42家公司外 来自芬兰 德国 印度 土耳其 阿联酋 和英国的 另外7个实体 也被列入 这个贸易出口管制的名单 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些出口到俄罗斯的集成电路 包括俄罗斯用于针对乌克兰民用目标 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制导系统的微电子系统 自身时事评论人士郑旭光对本台说 中国政府虽然承诺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杀伤力强大的武器 但是提供了生产武器或军事产品的零部件 因此奢侈企业受到美国制裁 就是可用于军事的 军兵两用吧 严格来讲应该是这样 这些东西也不是说是 中国肯定不会给他提供什么军事专用的 因为他在西方已经不给他出口这些东西了 中国他所谓的支持 不是说白送给你 他是有回报的 这是一个支持俄罗斯 撑住对他是有利的 根据美国商务部 工业和安全局的公开文件 这些实体涉嫌为俄罗斯军事或国防工业 提供美国原产的集成电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中国官方最近正式提出所谓习近平文化思想 该理论的首要政治任务 就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习近平如此强调意识形态 暴露了当局正面临哪些政治挑战呢 请您本来记者经纬的报道 中国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周末刚刚落幕 此次会议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被首次提出 官媒就此纷纷表态 称其文化理论表明中共的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还特别强调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他表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 是要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 其是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暂决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敢于亮剑敢于斗争 在美国的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指出 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极权主义政权 其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就是依赖意识形态 支撑其执政合法性 他这个政权的这种合法性的危机 他说中共建政初期 全社会对毛泽东个人的推崇 给了习近平极大启发 王天成进一步分析说 习近平的前任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也构建过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等党内核心理论框架 但在拔高个人意志时仍有所节制 而习近平屡次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现有理论 是借此推动个人崇拜意识回潮 早在13年 习近平就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直到18年的会议上 习近平仍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命题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 习近平目前着重强调意识形态 还是出于他本人对其独裁统治的危机感 习近平上台以来 不仅在国内将其个人话语体系赋予官方含义 推广所谓习言习语 学习热潮 还将个人意志宣传推向海外 今年5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发起 学习选运动 要求在全党全社会层面推动习近平思想入脑 入心入魂 此外 上述工作会议还重申了一系列政治宣传例行用语 包括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提升舆论 引导能力 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 导向力 影响力 公信力 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卢斯卫 从老挝被遣返中国后 一直被羁押在成都的一个看守所 近日 家属聘请的律师要求会见卢斯卫 遭到拒绝 显示当局可能已经为卢斯卫安排了律师 有法律界人士担心 卢斯卫会被当局控以性质严重的罪名 甚至不排除 被言行逼供 以下是本台记者高峰的报道 卢斯卫的妻子张春晓 近日委托一名姓张的律师 到成都新都看守所 要求会见当事人 并了解他设计的罪名 张春晓说 看守所以目前已经有两位律师 介入会见卢斯卫为由 拒绝张律师的要求 张春晓对于卢斯卫疑似被官派律师 毫不知情 他除了质疑当局 有意挤掉自己所信任律师的会见名额 也担心丈夫的健康状况 我当时担心他身体啊什么的 他就是饮血病 就是一种皮肤病 就需要每天的外用药 这个病就是皮肤会一直很痒 如果你不擦药的话 我一直都担心他缺药 今年7月 卢斯卫离开中国 原本打算抵达泰国后 飞往美国与家人团聚 但是在老挝过境期间 被当地警方带走 上月中旬 加速获悉 他已经和几十名中国人被遣返回中国 其后证实他被送往看守所 当局至今没有交代 会否起诉卢斯卫 据了解 卢斯卫出国时持有老挝和美国的有效签证 身在美国的人权律师吴绍平说 卢斯卫是否偷越国境存在争议 但是基于卢斯卫的背景 不排除当局杀鸡儆猴的可能 因为他的家属包括他本人都有自己委托的律师 他派官派律师去站位 他完全把整个的案件的流程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 阻止加入委托的律师去会见他 这明显他就是要给他构性罪名 那至于给他构性什么样的那种罪名 那是不是计划最大严惩 还是想用他做一个所谓的典型案例引进效尤 我们都不排除这种可能 外界众观望 卢斯卫会否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遭当局酷刑逼供 指定刑所监视居住是他们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按照规定来讲的话 只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案件 他才可以使用这样的一种手段 但是中共一定会逼他认罪 这中间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矛盾 那完全有可能用在这个卢斯卫律师的身上 卢斯卫曾为709案被捕律师 和成都649案被捕者辩护 也曾因代理12港人案 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 吴绍平相信 当局不惜动员庞大人力抓捕卢斯卫 是为了威吓人权律师团体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上个月22号 在台湾跳击的湖南艺人士陈思明 已经获得了加拿大的政治庇护 陈思明本人 10月5号已经抵达温格华 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最希望能够尽快适应生活 找工作谋生 照顾好自己就可以更有力量 帮助民运活动 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柳飞的报道 人在温格华的陈思明 不时接到朋友关心的电话 他说真的很开心 出了飞机场以后非常高兴 到了自由世界了 心安稳了 陈思明回想起从7月起逃离中国大黑牢的一路历程 点点滴滴刻骨铭心 他先后逃到老挝和泰国 9月22号由曼谷搭机前往广州 在台湾转机时 选择跳机寻求每家政治庇护 他说在台湾十几天都住在移民署的照护室 才刚入住没几天 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就派人来关切他的生活 协助他办理临时入台证 好近代第三国接收 同一个时间联合国难民署也联系他 协助寻觅正式接纳他的国家 其中有每家民运人士如圣雪 接力见王丹等人积极的推动 因此破天荒的竟然短短14天后就落地加大了 陈思敏说 虽然在台湾滞留时对未来仍有茫然感 但他并不忧虑 一是不被遣返中国大陆 二是不被遣返泰国 时间长一点没关系 在台湾别说是在移民局了 就是在台湾的监狱里面 我都非常有安全感 10月2号是美好的一天 陈思敏说 当天一大早台湾官员就通知 稍后有加拿大官员会来找他 为他送上加拿大的签证 尽管当时极度激动 但是加拿大的官员也叮嘱他 未到加拿大土地的那一刻 都不要对外透露消息 以免节外生枝 10月5号晚间 他抵达了温哥华机场 卑诗省移民服务协会 随即安排他入住一间酒店 酒店房间宽敞舒适 他一开始焦虑着 付不出费用 当他得知一切吃住都免费时 安心之余更感动万分 但他说心情放松 却也不能够轻松 一天24小时 除了吃饭睡觉 多数时间他都在读圣经和英语 希望自己很快变得强大 为中国民主运动做更多的贡献 因为我将来要面临的挑战 还不小 你比方说要学习英文 要找工作 先要把生活安排好 你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以后 你才能去参加一些民运活动 他挂记着中国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权斗士 希望墙内墙外 共同努力推导中共极权专政 我希望在国内的朋友们 先保重好自己 等待机会 我们在国外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大家努力为中国的自由民主 为中国的文明进步 大家一起努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导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近期在北京举行的季度例会上 强调要促进物价低位回升 保持物价在合理水平 有评论质疑 以前常常听到央行平易物价 保障百姓基本生活的承诺 但如今央行却公开表示 会采取一切措施促进物价上涨 学者认为 这是未来物价上涨的信号 以下是本台记者古婷的报道 据央行微信公众号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23年第三季度立会于9月25日 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 会议指出 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国际经济贸易投资放缓 通胀人处于高位 发达国家利率将持续保持高位 其中还提到要 促进物价低位回升 保持物价在合理水平 贵州大学退休教师 彭先生本周一 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央行货币政策会议提出的 所谓促进物价低位回升 明显是一个信号 就是要涨价 网民年轻不讲伍德 在今日头条发文写道 央行发布最新政策调整 积极推动物价上涨 保障百姓基本权利 以前我们常常听到 央行平移物价 保障百姓基本生活的承诺 但如今央行却公开表示 采取一切措施促进物价上涨 对此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央行这些措施的背后意图 文章写道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央行采取一切措施 促进物价上涨的决策 有其合理和必要性 但同时我们也将期待 央行能够积极应对 各种风险和挑战 确保物价上涨 带来的利益最大化 真正实现 保障百姓基本生活的目标 不过这篇文章周一中午被删除 学者彭先生说 普通人现在就连养一辆车都很困难 每年养护费用 保险费用 包括停车费用 现在下来以后 汽车在家里算一个高消费的隔体了 未来十年是说是最难过的吧 近年上半年 中国各地公司裁员倒闭 民众失业情况越来越严重 央行第三季度会议则表示 国内经济持续复苏 回升向好 动力增强 但人面临需求不足等挑战 河南开封居民张先生对本台说 因为油价上涨 他前一天把自己的汽车出售 改用省油的摩托车 北京居民郭力告诉本台 在民众收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 拉高物价无助于刺激经济 更会影响居民消费意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庭报道 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圆 上个月未支付两笔 共计5500万美元的债务利息 而另外两笔 合计6680万美元的境外美元债利息 下个星期又要到期 有媒体披露 碧桂圆正在考虑 于近日公布境外债重组计划 以下是本台记者 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路透报道 下周一到期的债息与碧桂圆2024年4月利率6.5%和2026年4月利率7.25%的债券挂钩 有30天的宽限期 碧桂圆在本月稍后将面临重大考验 如果不能在17日前支付1500万美元的9月席票 其全部离岸债务可能被视为违约 而碧桂圆拒绝对媒体报道 以及是否已支付任何款项发表评论 10月8日 有投资人向彭派新闻表示 仍然没有收到碧桂圆2024年1月27日到期债券的利息 这只债券每年3月和9月的27日复息利率为8% 当前余额为9.65亿美元 这次应该要支付的利息大约3860万美元 根据彭派新闻不完全的统计 2023年和2024年碧桂圆到期的境外债券有7支 余额包括30亿港元 27.74亿的泰铢 以及15.5亿美元 路透指碧桂圆有109.6亿美元的离岸债券 和价值424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如果违约这一些债务将需要重组 公司获取资产也面临被债权人清算的风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国当局近期密集出台 房地产利好政策 但10月黄金周的新房交易仍然低于预期 全国百强房企仍深陷销售下滑的困局 有分析师预计 中国楼市今年内难再有明显的反弹 缅甸地方执法部门近期将700多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分三批移交中方 其中209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于10月1号被移交给了云南普尔公安机关 当中包括网上再逃人员26名 9月25号和10月7号 缅甸又先后分两批向云南林仓公安机关 移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497名 中国警方表示 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经由内蒙古 黑东江 浙江 安徽 福建 河南 重庆等涉案地的公安机关押回 公安机关将彻查其全部犯罪事实依法严厉惩处 据维权网10月8号发布的消息 辽宁知名政论作家孙大洛因言获罪被判刑 他曾在服刑期间遭到非人道折磨 据介绍 孙大洛曾长期在境外杂志 或者是媒体上发表政论性敏感话题文章 先后在香港与台湾出版毛泽东全述史 习近平全述史 和当西方哲学 压倒中国思想等多部书籍 并在香港前哨和台湾新纪元等杂志 以及独立中文笔会 北京之春等 发布政治评论文章一百余篇 他于2021年6月23号被辽宁沈阳市警方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另据维权网10月8号发布的消息 湖南维权人士唐慧 唐世科被控寻衅滋事案 经地方法院公开审判 唐慧被判4年有期徒刑 齐兄唐世科被判3年6个月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